事情是这样 昨天我观看了王菊王丧的视频 他在视频里面信誓旦旦的说 中国003号航母下水 现在的中国就是军国主义 当时我的真静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哦我的上帝快过来瞧瞧我的老伙计 看在上帝的份上 中国一定是派出自己的军舰和航母 跑到美国的西海岸要武扬威 坚决捍卫航行自由的权利了 不然王丧怎么能说出这么幼稚的话呢 那为什么王菊会这么说 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欢迎大家收看最新一期的 王菊拍案 我拍王菊 托粉打脸 真人秀 大家好 我是超气人博主 磊哥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原因重现 咱们听听王丧是怎么放屁 不 怎么说话的 但其实因我来说 今天军国主义好最犯的地方 听见了吗各位 王丧竟然说军国主义思想发生在中国 他给出了三条支撑自己说法的逻辑 第一条是让大家去看一下中国网上的言论 第二个是赵立坚为代表的战狼外交 第三个是中国增加军费开支的倾向 他说网上的言论 其实就是骂五毛小粉红战狼 他们这种跪地不起派 怎么能容忍有人敢骂美国爸爸 怎么能骂日本大哥哥呢 首先网上哪怕出现极端的言论 这都是正常情况 但是他拿极端言论 以偏概全 就是纯坏了 另外说到键盘侠 那日本的键盘侠 可是亚洲number one的水平啊 这帮人是白天当社出 晚上在网上发泄不满 现实里松的一臂 手一抹键盘就爆发小宇宙 既然王桑都外逃日本了 却不会日语 但是雷哥懂点啊 咱们就看看日本的电视上再怎么说 再看看日本网友是怎么评论的 大家自己分辨到底谁有军国主义倾向 日本有个前参议院的议员叫丽花孝志 他是NHK党的党魁 在电视节目上 他公然说日本的敌人就是中国 必须防备中国侵略世界 这段电视节目的胡逼喷啊 非常高的转评赞 下面的评论里充斥着日本键盘侠 对中国的仇恨 在中国有人敢在电视上 公开宣扬仇恨日本的言论吗 没有 但是中国没有 日本可多了 再看一个台湾前阵子进行演习 日本新闻NAA报道之后 下面的日本网友他又高潮了 全是一个鸟样 日本人除了想继续抱紧美国大腿以外 还说要针对三峡大坝进行导弹训练 真是一掌指画个鼻子 你好大的脸呢 在上周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上 日本防卫大臣大言不惭的说 要牵制中国跟俄罗斯 全程讲话就是中国中国中国 你随便打开日本新闻频道的视频啊 你看下面日本人的评论 你就知道日本键盘侠多厉害了 他们是真的幻想日本军国主义啊 而王举是天天盯着中国网上的极端言论 然后说这是中国出现军国主义的证据 我看你啊 早晚得变得跟袁次郎一样 大眼看日本美国 小眼看中国 第二条他提到赵立坚为代表战狼外交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能看出来他非常恨赵立坚 这咱得理解他 像王丧这种人的心中 你怎么能跟杨大人 尤其是日本太军这么说话呢 你怎么不像我们一向直接扑通就跪下呢 你怎么敢在日本太军的面前站着呢 我看着王丧 他是一分钱的粗 是又算又奸 那为什么中国外交部开始走强硬风格了 这里有两个关键原因 首先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于中国的恶意已经毫不掩饰了 并且对中国不断的造谣抹黑 这时候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必须要坚决的回击 捍卫国家的尊严 结果外交部这样的强硬作风 让西方非常不适应 这些婉儿认为中国就应该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这怎么可能呢 现在不是光中国这样 俄罗斯的外交部也是同样的风格 很简单的道理 外交官就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捍卫的是国家的尊严 自然要强硬 而王丧的话你就能听出来 他对于中国外交部那是恨得压根痒痒 提起战狼外交就生气 外交部维护的是国家尊严 那王局为什么这么恨外交部呢 原因很简单 他已经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了 这就叫吃人饭 辣狗屎是没有人味 你这样的行为 日本人美国人会看得起你吗 你连尊严都可以出卖 你连祖国都能背叛 你还有什么不能背叛 跪下 下一条 他说中国增加军费开始 说这是军国主义 就这种观点 我都不细的臭腻大嘴巴子 他自己粉丝都表示听不下去了 因为谁都知道 美国的军费开支一直是世界最高的 根据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最新的数据 2021年全球军费开支高达2.1万亿美元 其中排名前15的国家军费开支总和是1.7万亿 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军费开支里面 最高的他就是美国 2021年美国的军费开支高达8010亿美元 差不多相当于第二名到第11名的总和 单单美国一家的军费开支就占到全球的将近40% 而中国的军费开支不到美国的三成 在美国不断刺激地区冲突的当下 中国这才开始增加军费 但是依然没有超过GDP的2% 我们增加点军费 我们的航母下水了 看把王局给扫的 好家伙直接就骂中国军国主义了 我看他这观点是太监开会 无济止谈 接下来王太监又开始解释了 他认为什么是军国主义 大家来听听啊 什么叫军国主义啊 他在定义和各个不同啊 但是该国际还有几个方面 第一在社会上实行基地奋备 个人的权力重要 要向国家奉献 国家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 个人利益都不重要 基地奋备 第二个人的言论自由 要受到言议的打击 包括私人的权利 私权也受到空前的压制 在国家和个人之间 构建的关系是不对的 是不对承担 第三在外交方面 对外关系上 同样努力去解决 他说在社会上 实行集体本位 个人权力不重要 要向国家奉献 个人利益不重要 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 那第二他又说了 个人言论自由 要严厉的打击 私权受到空前的压制 第三点 外交关系上崇尚用武力 去解决政治分歧 然后第四点 形成一个强大 民族优越的自我认识 认为自己的民族 才是最优秀的 其他民族不行 最后他还特别强调一点 日本符合吗 不符合 中国才符合 多见吧 你就说说 就他说的这几条 但凡你有那么一丢丢的良心 你都说不出来这个话 咱们看他说的这四点 第一个说集体本位 个人权力不重要 要向国家奉献 个人利益不重要 国家利益第一位 这句话的前半句 太有年代感了 改革开放之前 他确实是这样的 那时候为什么要实行集体本位呢 很简单的道理 集中力量办大事 新中国当时啊 是从积贫积弱 四分五裂 各种旧势力 买办西方殖民者的蹂躏下 靠共产党的领导 彻底推翻旧势力 建立起来的共和国 这时候国家要站起来 要活下去 必须要大家形成凝聚力 正是因为集体本位 我们才能在第一代领导人时期 就快速进入了工业化 而现在的中国还是集体本位嘛 根本就不是了 因为各种各样的企业形式 商业规模都出现了 而且越来越大 有各种各样的商业竞争模式 大家都做着不同的工作 这叫集体主义 汪丧你带节奏 你得符合事实啊 你这观点出了糊弄二傻子和你自己 我看你也骗不了几个人 知道吗 第二点 他谈到啊 国家利益至上 个人利益其次 这点在正常的国家 他就应该是这样的 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如果你的国家都有外国的驻军 他们在你的国家 在你的土地上 享受治外法权 犯了罪 杀了人 放了火 不用负任何责任 你说你还有什么尊严 你还有什么法律啊 是不是明着的撞坏了啊 第二点 他说个人言论自由受到严厉的打击 私权受到空前的压制 他说这点就是谢斯芬 因为他在做记者的时候 公然造假 不是一次两次了 直接被央视除名 做所谓调查记者的时候 永远都是先有立场 再带节奏 所以被全网删号 然后他就说 中国个人言论受到严厉的打击 你这自己长痔疮都长到嘴上了 还不知道自己得什么大病是吗 如果按照他的说法 那国内就不应该有自媒体呀 因为个人言论要受到严厉打击 对不对 这符合事实吗 又不符合 那国内被打击的言论到底是什么 最主要的就是谣言 最近新浪微博删了一万多个 在唐山打人事件中公然造谣的账号 默克尔都说过 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 不是说你躲在言论自由的背后 就可以肆无忌惮的造谣造假了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 王桑这个玩意儿是典型的道德败坏 他被封号后扭头就跑日本干反华去了 从这事你就能看出来 他只要个人利益被触动了 他是可以没有底线 没有下线的 这样的人你能信任他吗 第三点啊 他说外交关系上崇尚用武力去解决政治分歧 这点我都懒得反驳了 我这有一份美国建国之后到现在 美国发动战争的时间表 光是这个列表 你看都得半个小时了 美国短短246年的历史 就只有16年处于和平状态 美国华盛顿邮报公开发表专栏文章说 长期来看战争使我们安全和富有 大国有这种思想 你说世界怎么可能和平呢 中国古语有云 故国虽大 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 望战必威 这不正好说的就是美国和中国吗 现在是美国带着他的走狗国家的军舰飞机 天天在我们周边海域流窜 军舰来了 他说他捍卫航行自由 捍卫你妹呀 去年三月份 美国组成新八国联军 在印太地区举行了为期三天的联合军事演习 目的直接是针对中国的 当时美国 英国 法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日本 派出一堆老旧军舰跑到中国周边海域 还假装耀武扬威呢 当时西班牙惧怕美国的阴威 让一艘参加活动的古董帆船去了一趟 日本自卫队海军还煞有介事的 和古董帆船秀了一波通信配合训练呢 然后就有了这张照片 为什么新八国联军现在沦落到只能在那装逼骂街的第一步了 还不是因为中国拥有全世界数一数二强大海军力量了 就算你美国你敢跟中国开战吗 中国现在增加军费 强硬外交 就是让美国为首的国家逼出来的 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 但是他们可不是 那王菊说的这点 我只能理解他是在黑美国 因为每一条都跟中国贴不上标 但是每一条都针对于美国 还有一条 他说中国军国主义的论点是 认为自己的民族最好 其他民族不行 这点更是啪啪打了美国的脸 连美国总统自己都不止一次的谴责美国存在的白人至上主义 最新的一次表态是在5月17号 拜登针对纽约州不法罗市大规模枪击案发表演讲 他说白人至上主义是毒药 美国已经中毒 白人至上主义是毒瘤 这不就是拿大鞋底子 啪啪派王菊大塞棒子吗 他最后还跟个2B一样强调 日本复合嘛 中国才符合 我去你妹妹的吧 日本掌握工业能力之后 一直都幻想脱亚入欧 日本一直以来都把暂时的工业领先理解成了自己民族优秀 人种优秀 不然他怎么会有脱亚入欧这种极端搞笑的想法呢 这底层逻辑不就是认为自己不是亚洲人吗 我们都知道王桑现在外逃日本搞反华 人在屋檐下是不得不低头 替日本说两句丧良心的话无可厚非 但是我们真的是认为您了现在一个叫王志坚 这才符合您的身份 是真他妈贱呢 这还没完啊 视频的最后王桑疯狂给日本洗地 他有这么说的啊 他核心观点就一个 他说日本从战败后被改造成了现代化国家 半殖民地半奉奸 这叫现代国家 哎呦你可乐死我了 他说日本有和平宪法 再也不能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了 这个那个一通嗅口活啊 那舔日本舔的自己都搞潮了 关于他说的和平宪法 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一条 就第九条 里面写着 日本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权力的战争 以及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而最近这两年 由于日本内忧外患 加上美国 拴着日本狗链子越勒越紧 日本的执政党 是一直想借着乌克兰战争的借口 试图修改和平宪法 复活军国主义 日本自己做的民调 有一半的日本人支持修改和平宪法 拿掉第九条 民调比例高达50% 而主张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日本右翼中 最大的代表就是前首相安倍晋三 而更有意思的是 王菊不止一次在推特上跪舔安倍 安倍给他老娘过生日 王菊还用他的散装日语还恭喜人家 但是他又露切了 王菊这日语太拉胯了 你助长辈怎么能用平语呢 应该用京语呀 真是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 王菊给日本军国主义洗地的样子 那是散粉钱买个凑组题子 见货一个 日本一直幻想复活军国主义 这是事实 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参拜着 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 为什么日本这些财阀家族 像安倍晋三这种人 这么着急复活军国主义呢 你又看看安倍晋三 他祖上干什么事 不就知道了吗 安倍晋三的老娘啊 叫杨子 94岁 杨子的父亲 也就是安倍晋三的外公 叫安信介 安信介早年担任过 韦满洲国的总务厅次长 在中国东北地区是坏事做绝 在远东军事法庭上 被判为假级战犯 差一点就上了绞性架 上世纪50年代 安信介担任了日本首相 日美安保条约 就是他搞出来的 日本现在这些家族政客财阀 很多都是战犯的后代 他们没有被彻底清算 所以日本这些坏逼 一直在试图复活军国主义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5月6号专门针对日本当前的 错误动向就说 日本最近频频利用外交活动 夹带私货 针对中国渲染地区紧张局势 炒作中国威胁 日本这样的做法是为了自身 扩武强军寻找借口 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 对中国人民负有历史罪责 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估计王桑听完赵立坚这句话 那学不得一百八 当时就得脑中缝过去 那雷哥下面一句话 更能上王桑直接脑吐血了 小本子你只要敢重新走 军国主义这条路 那我们就心仇就恨 一块算 呸 王菊这个视频由于跪舔的太明显了 导致评论区大量翻车 很多他的粉丝都听不下去了 现在都2022年了 他还用十几年前的方式跪舔美国日本 用罔顾事实丧良心的话语给美国日本洗地 还试图给中国扣帽子 真的是脸都你妈不要了 王桑你这么舔日本 你妈妈知道吗 是不是你们家里女眷让小本子中处了 我这句话换正常思维肯定跟我激了 但是王桑不会啊 他绝对不会 因为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真正的日本人 哇塔西 哇塔西 哄斗尼尼哄金得死 哎呀 我操真的是剑刀头了 剑刀架了 呸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托粉打脸真人秀 我是超气人博主 美哥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